字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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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 TUN》 马田出来了 作为最关心大家身体健康的频道 最近大家应该都会较留意 气管啊 喉咙那些健康 而在街上有一種果實是非常適合這個時候吃的 平時我們會看到這種啡色的荷蘿漢果 還有這種叫做金蘿漢果的蘿漢果 蘿漢果是一種乾燥的一種果實 它本身種出來是不是這樣可以直接曬乾的呢? 又不是的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好像有水份的果實 基本上你放在這裡只會讓它裡面的果肉腐化了 然後就會爛了 所以它是需要用一個控的方法來控乾的 以前就會用一些比較高溫的方法去控乾這個蘿漢果 所以出來蘿漢果的顏色就會比較深色一點 這樣剝開它 它的殼是挺硬的 你就會看到裡面的粒肉 裡面的粒肉其實是軟熟程度 還有你撕得開有一點點粒粒的狀況 金蘿漢果就是用一個低溫的烘乾的 所以它保存了蘿漢果原本的顏色 它裡面都是差不多的 裡面其實都是一個烘乾的肉 只是顏色上會有一點點不同 味道上這兩樣東西是相差很遠的 蘿漢果本身是有一種很強烈的 控圓的濃縮的糖漿那種的味道 那鍋東西馬上就變成涼茶了 馬上變成了 而金蘿漢果出來其實就比較純一點甜味 它煲完出來 那鍋東西都不會像鍋的啡色的 它煲完出來會是白白的 它裡面有一種成分 叫做蘿漢果金 它就是一種好像代糖那樣的東西 你心想代糖那些化學的東西是不是 不是 它是類似天然的東西 那個成分跟代糖是有一點點像的 通常我們現在說的代糖啊 什麼甜味劑啊 就是它用一個極微的份量 已經可以做到糖的甜度了 變成那些代糖就會用一個 因為它只是用糖的極小份量 還有可能那些成分根本本就沒有靠你的 那你說 蘿漢果金這個甜味劑 它的甜度就是砂糖的100-250倍 那你就想 嘩 這樣 這麼大 那我們現在整個放進去 甜到整個好像放了幾斤糖 那就不對了 不用這麼擔心 因為它說的那個100-250倍 是同樣的體積 如果同一個gram數 你用5gram這個蘿漢果甜味的元素 你提煉了出來 一根蘿漢果糖 那一根就有100-250% 如果我們這樣煲一個蘿漢果 其實就不是會很甜的 大概一個蘿漢果 你當作煲一瓶水 那基本上你就會得到一個甜甜的東西 我們就把兩個蘿漢果撕碎了 這個東西也不夠了 100%肯定 但是我是靠一條理事出來的 一個蘿漢果有三個部分 那個殼 那些果肉 還有裡面有些核 而蘿漢果的甜味 其實是來自果肉的部分 我們要做的東西 其實只是盡量碎取 那個果肉裡面的甜味 說都沒那麼快 我們的水就滾了 根據實驗 金蘿漢果是比較沒有那麼甜的 所以我們這裡減少少水 其實那個殼沒有味道的 不過反而下去沒有壞 然後關小火 讓它煮 你有時間煮就可以煮 但如果你不煮 就這樣煮滾水 你當作茶葉浸 一樣可以浸出味道 譬如我們平時蘿漢果 你當作剝開一個殼 之後你就可以像這樣 剝開這些肉 基本上你就可以儲存了 那你平時水要少少甜味 譬如你真的沖開 不知道什麼茶什麼茶什麼 茶花其心什麼什麼 很好 那你就可以放兩顆 滾水的時候 那它浸泡了開了 基本上就會有甜味出來 那當然 沒有我們現在直接煮它這麼徹底 那煮多久呢 15分鐘至30分鐘 看你需要 那當然煮越久 那味當然是越出 頭那幾分鐘 基本上是 沒什麼怎麼做事的 純粹是浸開它 那些肉只是薄薄的 包住了那顆核的 這一鍋裡面 基本上是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吃的 所以呢 煮完 隔了它就可以了 這個普通蘿漢果 你有幾個食譜可以做的 你可以加少許陳皮 加強化痰止咳 潤肺那些東西的功能 第二個選擇 平時有些黑糖磚 裡面有不同類型的味道 有些可能是薑 玫瑰花 黑糖不鬼 脈鬼 那你就可以 跟羅漢果茶合體 一塊 可能可以一瓶水 那你加一半就夠了 另外那半 就是羅漢果茶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低一點糖的版本 然後又有那個味 然後又有羅漢果的益處 但是呢 甜度又不會說 變成混合得很淡 好了回來了 我們煮了大概半個小時 那應該就沒什麼大問題了 立刻打開 你看看它呢 就是一些這樣的果肉 還有這些這樣的核 那另外一鍋呢 應該就深色很多 因為高溫烘焙過 就好像你平時拿的番薯呀 南瓜 有甜味的東西 經過高溫焗完 是會濃縮一點的味 是會甜一點的感覺 而羅漢果也不例外 那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它可以不斷煮 但是又是代糖又這麼甜 就是因為羅漢果 這一種的甜味 是經過高溫都是沒問題的 那所以呢 其實是有一包裝的羅漢果糖賣的 那當然是貴到瘋了 就是不是正常糖的價錢 但是它都有它的好處的 就是沒有卡路里呀 跟著又相對天然 它不是化學調出來的 那我們呢 很簡單把它過篩 那根據我的經驗呢 這個就這樣熬一瓶水 一個熬一瓶水呢 就這樣喝呢 我覺得有一點太過濃 所以呢 我過完篩會加一些冰 噢!有一點點諷刺 大家怎麼看 有人以為是那些威士忌可樂 然後一喝下去 哇!清熱潤肺 COOL 哇!好甜喔!好甜喔!好甜喔! 你看下去好像完全沒有料到 哇!太甜了 我覺得有一點點 那我們呢 將一些材料隔了 這個呢 就是金螺漢果水 你也是至於可以這樣喝的 但是你要記住 它那個甜 跟平時的糖的甜 其實是甜不同位 還有那個停留的時間呢 是不同的 它是比較純一點甜 長一點 所以是一個不錯的代糖 這個東西 其實可以變成一個 完全沒有加額外糖的糖水 而又是非常夠甜的 那是怎麼做呢? 首先你可以準備這一堆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剛才在熬它的期間 基本上你就可以浸定這個雪耳了 這裏整個東西 我想熬完也是20元左右 那我們就剪了那些特別深色的位置 因為那些位置其實挺硬的 最終呢 它都未必是會熬得好的 那也要撕碎一點 而那種呢 你一粒糖都沒有落到的那種感覺 是很開心的 不知為什麼 你覺得自己好像達成了一些成就 除了這個不夠味的 太寡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在裡面 現在這裏 那我們還有些什麼呢 紅棗也不是桂圓 基本上是選配的 這些東西呢 就是增強它的味道 就是它的甜味 還有 令到底部有些味道 還有些什麼可以加呢 乾雪梨 或者新鮮雪梨 兩個都是 挺適合加進去的 都是令到你額外不用加糖 又有那個效果 就是這樣呢 蓋上蓋子 有它煮的話 半個小時就差不多了 紅棗有兩種 一種就是有核 一種就是沒有核 或者有一種是有心通的 但是這個切開了一半的 煮得最快 半個小時就一定 剛剛好 如果你是成顆過的 或者中間沒有開孔 可能要略為延長一點時間 最後回來 那我們煮完了 打開看看 那現在呢 這麼少水呢 一定是過甜的 我們呢 加一點點水 是不是打倒自己 加回200 剛剛好一列 雪耳紅棗桂圓 金羅漢果糖水 還有我們的羅漢果水 不吃 好 那我們呢 今次這個羅漢果早晨 套餐就完成了 立刻來試試 黑濃濃的羅漢果茶 剛剛好 有一點酸味 烘焙的味 但是幾元雞煮在家裡 真是想不到有什麼可以再好 沒有卡路里 一大壺 然後隨時可以喝 試試我們的糖水 你可以加多一點點水 但是因為我今次就奉行 完全不加糖 所以呢 料會比較多 水會比較少 其實真的完全 你猜不到是 是金羅漢果來的 因為它沒有一個 很明顯的味道 會讓你吃得到 剛才煮的時候 我就在那裡找 羅漢果和金羅漢果 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只是製法不同 工藝不同 搞到出來的效果不同 那究竟奇異果和金奇異果有沒有分別呢 是兩個品種來的 Q 今天呢 這個就是我們有關羅漢果的資料收集 希望你們看得開心 有沒有什麼材料 真的你覺得是那個材料才是重點 煮出來的菜式 未必一定很吸引 你是很想知道那個材料 那個材料可能很特別 有很多東西可以說的 那你就告訴我 根據每一樣不同的特特材料 開一個 形式一下它 那你就知道一下 那我又 在搜尋的過程之中 我又得知 那就最好了 希望大家 呼吸系統 健康 好 那今集呢 來到這裡了 記得Like Facebook Facebook 訂閱 注意可以加入會員贊助 我們有不同級數 需要你的支持 我們逢是星期日 星期日都可能會有 下次再見 拜拜 那當然嘉兵 應該中醫就會馬上 吐血 聽到你說嘉兵